越想越觉得可能 徐妮妮难得发懵了 脑子有些不够用 傻傻地盯着金玉看 瞧着她这呆傻的模样 金玉突然感觉 金瑞阳可能说对了 要不去医院检查看看 金玉提议道 将来沉着冷静的男人 突然无法控制情绪 心头一阵狂喜 这股喜悦 压都压不住 她媳妇怀孕了 她要当爹了 马上就有一个 流淌着她和许念念血液的小娃娃 要出生了 许念念也想去医院 可惜现在才半个多月 这个年代 医疗设备好像没有那么先进 她就是去了 也检查不出来啊 时间太早了 医院可能检查不出来 要不我们等半个月 再去看看 不用 我带你去吴老那里 金玉说的吴老 许念念认识 那个和金玉认识的老中医 现在就去吗 会不会太晚了 许念念担心地问 虽然她也很想早点知道 是不是怀孕了 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吴老上了年纪 应该很早就已经休息了 金玉想着 也是这个道理 决定第二天一早 就带许念念念 就带许念念去 吐了一次之后 许念念更没有胃口吃东西了 金锐阳在一边看着 眼神询问金玉 不会真的有了吧 厉害啊兄弟啊 可惜了 这时候的金玉和她一点都没有默契 完全没看懂她想表达什么意思 看见她的眼睛在那拼命地眨 金玉皱眉 您眼睛抽筋呢 唉 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因为担心怀孕了 金玉都没敢碰许念念 晚上单纯地搂着她睡 并且小心翼翼的 就怕不小心压着她 许念念看金玉这么小心翼翼 顿时哭笑不得 不仅如此 金玉还把耳朵贴在许念念肚皮上 好半天才来了一句 她怎么不动啊 这让许念念更加哭笑不得了 别说现在 没有确定到底有没有怀孕 就算真的怀孕了 那也才半个月 怎么可能会动 她无奈地笑着把金玉拉上来 觉得金玉这样特别傻气 怀里抱着这么一个娇丫头 金玉哪里会没反应 虽然不能干坏事 却阻止不了金玉对她做点别的 戴着粉嫩的红唇 一个劲地很亲 然后在她脖梗边 细细呢喊 念念念念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喊着她的名字 声音音哑雅低迷 性感至极 最能蛊惑人心 许念念能清晰地感觉到金玉的喜悦 因为她今天太激动了 一时间无奈有好笑 却也打消了紧张的心情 这时候 要是真的怀孕 许念念会很受束缚 她还什么都没干成呢 可看着金玉这么高兴 许念念居然没那么不甘愿了 好像给她生个宝宝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 在平静的夜晚 两个人心态都有些不平静 直到后半夜才睡着 因为心里牵挂着这件事 许念念晚上还做了梦 梦见一个小娃娃 咿咿呀呀地朝她张开手 奶声奶气地喊她妈妈 原本打算 第二天就去吴老那儿 让吴老给许念念好脉 看一下她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第二天一大早 许念念被一阵失忆逼醒 掀开被子一看 床单上都是血 由于启示的动作太过激烈 让许念念感觉到 那股熟悉的热流 肚子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她这是来大姨妈了 金玉被许念念弄醒 睡眼惺忪地问她怎么了 许念念哭笑不得地 看着金玉 无奈地道 金玉 你的孩子流掉了 金玉一听 瞌睡瞬间飞散 猛地睁眼看过去 看见许念念屁股底下的床单 一片血红 煞时间 金玉惊得呼吸都要停滞了 反应过来 二话不说 一把将许念念抱着跳下床 就要上医院 突然被她抱起来 许念念惊了一下 哎 金玉 你干嘛 金玉紧绷着俊脸 脚下不停 哑声道 念念 你别怕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还在这儿呢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